大家好,我是秋田 上一集说到秀吉准备攻打关东最强的北条家 凤城联军集合超过20万人的军队 打算靠围城战术战胜北条 这次的作战总大将由凤城秀赤担任 率领主力部队沿着东海道包围小田园城 另一个部队由上山领军 从东山道与前田立家和真田联手 由北到南攻下北条家北边的领地 到了4月,小田园城被凤城军完全包围 秀吉和秀赤的主力军队 在小田园城的西边和北边 东边是德川家康的军队 南边海军由长中火部和九鬼率领 北条已经无路可逃 在山上鸟看部队的封城加成 刑部认为 这次作战其实只是秀吉率领大军的演习 为了就是统一日本后 可以向中国和韩国进攻 后来秀吉又召集所有大名到大将领 说东北的大名还没有宣誓效忠秀吉 只要看到这次大军就一定会主动投靠秀吉 所以命令不要太快结束战争 让所有大名将家眷带来营地 当作来旅游休息一下 然后约德川家康到外面鸟看江户 说攻下北条后 会把北条的领地全部给德川 但德川必须放弃郡河和山河 这个决策让德川非常不满 但现在也只能接受了 另一边小田园城中的北条 知道被包围后认为不该向外杀出一条血路 而是要靠龙城拖延时间 这时候北条认为东北还没加入秀吉的伊达阵中 一定会从北方杀来支援 加上封城联军大部分都不是正心投靠秀吉 所以只要看到局势不对 就会立刻背叛秀吉 到时候北条再杀出去就能灭掉封城军 但北条的加成认为主攻太天真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人会和秀吉作对了 到了五月北条市镇几乎都在踢球 写歌和化妆 看似完全不关心战事 但只有江雪斋知道北条玩球是为了让属下安心 烧薰香是为了掩盖多日没有洗澡的体味 学化妆是为了让憔悴的面容显得更有精神 北条说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在洗澡或是睡觉的时候 敌人攻打过来慌了手脚 加成如果看到主攻慌张一定会影响士气 所以干脆不洗澡不睡觉随时准备迎敌 这是上位者才有的压力 也绝对不会向秀吉投降 加成说这场战争要赢是不可能的 但北条相信伊达郑中总有一天会来支援北条的 到了六月九日伊达郑中抵达秀吉阵营 正式投靠封城军 秀吉认为既然北条最强的外援已经投靠自己 就没有必要再继续持久战了 打算立刻攻打小田园城 但加康和其他加成开始帮忙求情 希望可以说服北条出来投降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小田园城 北条说宁可放火把城烧掉也绝不会投降 事到如今秀吉怎么可能还原谅北条家 一定会把北条的头颅拿去示众 但加成认为有加康帮忙说情 秀吉绝对会饶北条一命的 可惜还是无法说服北条市政 市政一样坚持与城堡共生死 封城军派去游说北条好几次都没成果 最后加康只好拜托曾田信凡去小田园城 希望信凡能借由上次辩论的功力说服北条投降 信凡也马上接下这个任务 见到北条之后 仔细说明外面的局势 北条的领地已经所剩无几 就连引发这次大战的早田都已经被曾田收复了 而且秀吉已经答应会放过市政家人 市政说一条命而已也没什么 信凡就说这时候更应该要继续活下去 以封城之名继续壮大北条 这段谈话终于动摇市政 信凡离开后 在回城的途中发现北条家仓库内的炮弹和军支上 竟然有千利修的家文 于是就偷了一个回去当作证据 7月5日北条市值出城向秀吉投降 结果秀吉突然违背投降前不杀北条的约定 一样要刺死北条市政 让家康和其他家臣非常生气 愤怒的向秀吉说不遵守诺言 不是武士该有的行为吧 但秀吉觉得已经给市政很多机会了 放过他的话很难向其他大名交代 所以坚持要市政切负 7月10日北条市政到秀吉的营中投降 家康跑来和市政见面 说一定会尽力保住他一命 但市政说绝不会羞耻的活着 家康继续说羞耻只是一时的 活着才能让北条延续下去啊 市政却要家康赶快离开 如果继续和他扯上关系 一定会拖累家康 不要再替他求情了 但家康还是不放弃 这次找来上上和真田三人一起劝北条 不要放弃性命 昔日的敌人 现在却是最希望北条继续活下去的人 可惜还是无法说服自尊心强烈的市政 隔天市政切腹自杀 后来市政头颅被放在聚热地桥上示众 儿子市值则是出家到高野山 关东霸王北条家就此灭亡 后来信凡把在北条家找到的炮弹给刑部看 确认上面家文的确是立修的 马上回到仓库要找这批军支 可惜慢了一步 军支已经被立修全部运走了 最后全员回到聚热地后 秀吉宣告天下统一 成为日本霸主 战国时代正式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